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经典分段式系列电影 世界奇妙物语25周年2015秋季特别版 本篇分为五个小故事,涛哥会一一的细说 首先是第一个故事,箱子 女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封闭的箱子里 这时女主突然感到手臂有刺痛感 挣扎时摸到了一部手机 于是女主立即打电话报警 在大致了解女主的情况后 警察让女主耐心等待 警方需要时间找到女主所在的位置 女主刚挂断电话就发现自己所在的箱子在移动 过了一会儿,女主的耳边传来了刺耳的管风情声 接着女主又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警察 警察告知女主已经可以判断出女主附近有一座教堂 本以为很快就得救了 结果20分钟过去了,女主的希望渐渐的破灭 警察也再次打电话告诉女主已经找过教堂了 可是并没有发现女主,警方这边决定取消搜救行动 女主只好又打给爱人求助,然而并没有人接听 最后电量耗尽,女主正绝望不已时 箱子突然被打开了,一丝光亮照到了女主的眼睛上 眼前是女主的同事,同事告诉女主大家只是在做实验 这时女主醒了过来,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 自己仍然被困,画面一转来到了医院里 女主因为被人偷袭所以导致了昏迷 刺痛感是因为护士把针扎进了女主的手臂里 当箱子被移动时,实际上是医生在把女主推进检查时 管风琴声是检查机器所发出的声音 医生拿起灯光照在女主的眼睛上 则让女主误以为箱子被打开了 女主实际上现在是植物人状态 爱人再怎么努力呼唤,女主也听不到 被封印在箱子里,就是女主成为植物人的感受 第二个故事,幸福眼镜 男主是个单身多年的光棍 某天偶然间得到了一副智能眼镜 在眼镜的指导下,男主变得近乎于完美 不仅成功泡到了妹子,事业也变得蒸蒸日上 就这样,男主在不知不觉中完全依赖上了智能眼镜 很快男主就打算向妹子求婚了 结果关键时刻,眼镜没电了 男主慌乱地把眼镜拿到了楼上充电 自己找借口去买东西 不久后男主回来,戴上充好电的眼镜向妹子求婚 但是妹子不为所动 原来妹子趁着男主不在 妹子发现了眼镜上一模一样的求婚词 妹子表示自己并不想和眼镜谈恋爱 只想了解真实的男主 男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诚恳地和妹子道了歉,然后毫不犹豫地把眼镜毁掉了 第二天男主独自前来向妹子求婚 并送上了结婚戒指 妹子高兴地同意了男主的求婚 但没想到的是,男主依然在佩戴智能眼镜 就连昨天摔眼镜的行为都是智能眼镜为了补救男主的恋情而示意的 眼镜被摔坏前,承诺为男主重新送来一副升级版的隐形智能眼镜 画面转到了智能眼镜的发布会上 而男主是眼镜宣传期间被选中的体验用户 实际上眼镜生产商背后都和不同的商家有合作 在帮助用户的同时 眼镜也会诱导用户去消费合作的产品 故事最后,男主选了眼镜指定的合作商酒店 和妹子在这里举办了婚礼 第三个故事,凶宅 女主和丈夫离婚后带着女儿搬到了新家 家里经常出现幽灵 女儿也总在半夜时较热 女主赶过去发现女儿手上有很多烫伤 女主怀疑自己住进了凶宅 转天就去找了房屋中介 但是房屋中介表示现在管理很严格 不会贸然的让住户去住凶宅的 晚上女主正在和女儿一起洗碗 丈夫突然找上了门 让女主面对现实 女主不愿多听 逃避式的回家锁上了门 这时女主发现女儿不见了 幽灵却再次出现 而这个幽灵竟然和女主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一切都源于五年前 当时丈夫不在家 作为护士的女主在半夜接到了急救任务 冲冲的赶往了医院 结果临走前 女主忘记了关暖炉 导致家里发生了火灾 而独自在家的女儿也因为这场火灾意外死亡 从此女主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和懊悔中 并开始产生幻觉看到了幽灵 而之前那些关于女儿的生活情景 也都是因为女主看到了女儿生前的录像 所以才受到影响才有的幻觉 最后女主看到女儿在录像里对自己的支持和鼓励 选择了接受事实 重新回到了医院上班了 第四个故事 X 男主是个银行的领导 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 某天男主一大早起来 发现自己的额头上多了一个X的印记 这个X不仅去不掉 而且男主自己能看见 起初男主以为是自己压力过大 心神恍惚所产生的幻觉 但是去了医院检查过后 医生却表示男主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之后男主在商场里 遇到了一个头上同样有X的大叔 第一次遇见了和自己相同的人 两人都非常的高兴 在闲聊中 大叔告诉男主自己父亲之前也有过X 不过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于是大叔推测X的出现 可能是死期将至的预兆 男主一开始并不相信 认为这只是个巧合 转天男主在新闻里看到了一个知名作家的辅告 当作家临死前的视频被放出来的时候 男主看到作家的额头上有一个大大的X 于是男主赶紧打电话想把这件事告诉大叔 结果电话那边却告知大叔已经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接着男主去祭拜大叔 发现此时大叔头上的X消失了 为了以防不测 男主买了一大堆的保险 受益人是自己的家人 之后男主决定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人也变得温和了许多 某天下班 男主在电车上发现所有的乘客头上都出现了X 预感到电车可能即将出事 男主不停地劝告所有人下车 但是并没有乘客搭理男主 男主只好一个人下了车 这时男主却发现每一个人的头上都带了X 于是男主慌张地回到了家 妻子和女儿也不例外地头上有了X 而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报新闻 原来是一个带有爱博拉病毒的人逃到了日本 该病毒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 整个国家的人都不幸感染了 最后一个故事 谎言诞生之日 男主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国家 由于每个人都只说真话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经常发生 某天男主成为了公司裁员的后补 女朋友也分手了 男主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 刚好又被警察逮到 警察要以盗窃罪的名义抓捕男主 在经过双重打击后 男主不想再因为说真话而坐牢 于是第一次撒谎声称钱包是自己掉的 警察因此放过了男主 尝到了撒谎的好处 男主就开始有了更多的撒谎 同时还把撒谎这个技能交给了自己的两个朋友 三个人在撒谎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然后就开始骗吃骗喝骗泡 还发明了谎言这个词 之后三人还把普通的水 谎称为是可以让人得到幸福快乐之水拿去售卖 很快就因此赚了很多的钱 住上了豪宅 但是假货毕竟是假货 在发现水没有幸福的效果后 人们不仅起了疑心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前来投诉 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听信了快乐水的宣传 把所有的钱都去买了水给母亲治病 结果母亲还是去世了 于是男主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决定停止卖水 其他两人也意识到自从学会了撒谎 自己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事物了 故事的最后 男主主动去警局自首解释了谎言这件事 自此谎言在国内传开了 每个人都学会了坟场作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